提升银髮竹身体的主动能力 达到良好的复健效果 台湾研发被动式运动设备 可提升银髮竹身体的主动能力 而达到运动与复健的效果 大部分的老人家来讲 其实因为没有很根深蒂固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培养习惯 所以大概都是退休之后才利用咸鱼的时间做运动 可是大部分的能力是不太够的 尤其是已经有了身体疾病 比方说心脏病或者是中风的一个情况 他们基本上都不太能够运动 那我们公司所代理的设备是在台湾研发制造生产 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设备 它最主要是全身被动式的一个运动概念 透过这样的一个被动式运动 去诱发身体主动能力的一个提升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提升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机能 很快速的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运转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运转 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细胞容易被活化 我们的机能会日渐的看到成效 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设备有分成被动式的垂直运动设备 还有水平运动设备 还有现在看到的等速激励运动设备 我们循序渐进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族群 我们给予课程的规划 那透过三个月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课程 我们可以让这些音法朋友们快速的看到 比方说三高的改变 比方说它肌力不足 肌肉的力量涨回来了 甚至已经是中风的老人家 不方便行走的老人家 可以从轮椅站上来 从坐到站到走出去 我们只要循序渐进花这个时间 就可以快速完成 所以对老人家的生活品质而言 它可以提升 最重要的是它的生存尊严 这是我们正义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以循序渐进的运动器材 让银法族运动不再吃力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道